欢迎回来 这里是《非财勿扰》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香港金融机构 商业及中国经济培训导师苏京女士 苏老师再次欢迎您 刚刚我们就谈了一下很多的中产阶层 其实如果太保守地去理财的话 也会掉入到财务方面的陷阱 其实说到在理财方面的话 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叫老公 老婆 想法总是不一样 或者甚至跟他们的上一辈之间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一家人的理财的观念很难去统一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 比如说男士跟女士在理财方面的话 有什么样的思维方面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男人他本身是很有责任感 偏偏又是比较保守的 还是特别强势一点的 很强势的 那么他可能就会坚决是现金为王 而且不是因为经济的环境的因素要现金为王 而是我就必须保证一家人生活可以平平稳稳 我不需要挣多的钱 但是我要完成我这个责任 当老公 当爸爸的责任 我就是要拿现金 生活上出现任何问题 现金拿出来解决它 小问题 大的问题爸爸解决不了了 那我们就不解决了 我们就不要去有那么大的欲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往往就会出现刚才所说 你存到的钱越来越办不了事了 那么家里面如果出现了一个老婆 觉得老公这样不行 我们还是做点投资吧 甭管买什么东西都好 咱们要用钱来滚钱 在睡觉的时候钱生钱 这不等于是留两份收入了吗 那这个时候如果老公很强势 那么就只有两个选择 老婆呢要用各种的案例 身边成功的真人真事的案例 给老公看 你看两年前谁谁谁怎么做 然后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对比 有了不同的变化 你看谁谁谁 他们现在这么做 我们观察一下五年以后 他们的比较成功 还是我们比较成功 用时间和真实的案例 去说服这个强势 但是又严重缺乏安全感的老公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这个老婆呢 有可能会出现说吵架 争执 那这种的话呢 会影响家庭关系 我是反对的 最好的方法是说服 男人是逻辑思维比较强的 有了真实的案例 尤其是身边的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有了这些案例以后 他会慢慢转变自己的思想 然后呢我曾经说服过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家有这么多钱 我们家能不能拿20%出来做理财也好 买房子的首期款也好 哪怕是最小的房子远交 但是规划好 有前景的 这100放在这儿 拿20出来放个五年八载 咱们看一看他的回报 会不会比银行的好 其实我看很多的 比如说经常有些案例 说这个老公或男士 其实在投资房地产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的偏保守一点 他觉得说自己又不住 干嘛去买来拿来做什么 但女生的话就非常地喜欢去看房子 去买房子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男士的话可能有的时候 他会更喜欢比如炒股 对 比如说去买彩票 他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股票天天价格涨跌 他觉得可控 但是房子也是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他觉得股票套现快 涨了10%我马上卖 我这钱就来快了 可是房子涨了我卖不了 尤其是现在的政府已经不许卖了 你要房产证拿到两三年 甚至五年才能卖 如果我买新房子 新房七房两年了 拿到房子以后 有的地方是半年 有的地方是两年 才能拿到房产 这是四年了 再要等三年 这七年的时间 这天都变了一个转了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他就觉得遥远的东西 看不到我摸不着 虽然这个房子放在这里 这个现金的套现我看不到 还有就是这个 你要买房子的话 是一笔很大的钱 大部分人都要去贷款 对 但一贷款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压力又很大 最大的癥结就在这里了 他可能会觉得 我就算是拿我身家的20%去买房 可是我要跟银行借70% 借回来那笔钱 已经超过我手上的现金了 出了什么事 我这笔现金全部要盖过去 那我家庭的事情 我就解决不了了 很多男人在这里边 就会在不断地纠结 可是你没有想到就是说 如果你的贷款能力 我们不要把它放到最高 比如说银行说50% 是收入50%来带这个 还这个房贷 我们把它降低30% 如果我每个月的收入 把它30%放在房贷里 那其实我是不会出现断供的问题 甚至我们再保守一点 我买了房子以后 第一年的月供 完全是已经准备好了 放在那里 然后我平时再给自己月供的钱 另外存起来 那么我第二年的月供 我这里的钱又来了又回去 那么任何时候 你都仍然有一年的月供 作为这个房子的储备金 但是你额外 还有一笔家庭的应用金和备用金 这就不用担心 而在经济增长的快速增长期 我经常说 家庭的紧急应变资金 六个月到九个月就够了 如果要是经济萧条的时候 通缩的时候 现金为王的时候 要两年 其实苏金老师 您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话 可不可以也给我们透露一下 您自己的一个理财方面的 一个诀窍 或者说如果要是 可以再重新来一次的话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其实需要您自己来来去学习的 我的人生之中 有两个大的转折点 结婚的时候 正好在97年 我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是最高峰的价格 当时我一听到 八万五这个规划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就在打鼓 觉得不妙了 结果真的就发生了 其实在当时 我是可以有机会 把房子赶紧卖掉它 然后跟我老公 即便是结了婚 也要租房子就可以了 可是我和我老公 都是很传统的人 结婚又有了 已经买了 有自己的房子了 何必不住在里边呢 房子在过去 在97年之前 过去那20年 你只要熬过了一个周期 也就是五年八载 就一定可以翻身 那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一定可以熬得过去 可是我们熬得太辛苦了 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们才浮回水面 我们的房子用了11年 才回到我们当初买房的 那个当时的账面价 可是我们的利息已经供了 当时是11厘的利息 当时您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有没有太激进 现在想一下 不激进 当时其实不激进 我们给的首期款和月供 都是安全线的 可是房价下跌70% 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而且房价下跌7年 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在我如果现在重新来过的话 我应该不再那么 像当时那么说 结婚就要住自己的房 我应该勇敢地面对 结婚就租房 但是当时是个女孩子 过不去这个坎 所以就要住自己的房 那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就是 我看到了房价要急速地下跌 在这个时候 应该赶快把它卖掉 因为我看到它下跌的速度 和幅度 应该不止30% 这是当时一早就知道了 但是我没有赶紧卖 那么如果我当时赶紧卖 下跌30%的赶紧卖 它下调了70%的时候买回来 其实我是极大限度地压缩了 自己亏损的这个空间 要懂得止损 对了 其实很多人知道 在股票和基金里面要这么做 但不知道在房地产里面 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看到的 它是个波浪 它是个只是调整 那么我们不需要管它 调整10%到20% 这是很正常的 有的时候30%也不是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到 它是一种半价 甚至更大的 这种叫崩盘 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你一早已经知道了 哪怕房价已经跌了10%到15% 还是要赶紧抛 那这个就是 我得到的人生之中 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就是 在我最困苦的时候 我经历了这个负资产 后来我学会了 应该要怎样去平衡 我也突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可是我和我老公 没有办法走出一步说 咱们重新买房 咱们手上已经有钱了 我们除了自住的一套 咱们再买一套投资 收租也好 或者是作为一种 理财产品也好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走出这一步 主要是当初的打击太大了 然后吓怕了 其实真的是需要 这个心理的阴影 包括你投资 任何房地产也好 股票基金 就算你有亏损 或者曾经挨过一次打击的话 但是你要是从低股当中走出来 走出这一步的话 其实才能够让你的 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后来的话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 可是我们一直在帮助身边 很多的朋友 去买房子配置 然后他们都成功了 然后有一天我老公说 咱们帮助了那么多人成功 咱们自己都还在原地大铺 咱们也走出这一步吧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走一步 对 我说是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配合的默契 包括投资配合的默契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老公还在犹豫 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 然后他是家里的支柱 就不可能在经得起下一轮的大 对 他说我的人生 不可能再有一个十几年来重走一次了 这一次咱们走出去就必须成功了 所以我说咱们不追求富贵 咱们追求的就是安稳 咱们退休的时候不依靠政府 不给任何人带来负担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不追求大富大贵的生活 只是保持现状的生活 我就满意了 其实说到中产阶层的话 如果不要那么的焦虑 其实主要公婆一条心 家人一条心 在投资上面的话 就算是遇到哪些风险的话 只要我知道可能另外一半的话 会支撑着我或者两个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阶险走出去 我觉得家和万事兴 就是你家庭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在投资上面的话才能够更进一步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听到很多朋友说 我很担心这一次的上涨 我没把握到 我就是揪心 我跺脚 就是你亏钱会害怕 你赚了钱 没有赚到这个钱也会难受 也担心 对 我说其实你要告诉自己 经济的周期 每五年左右就赚一轮 你错过了这一轮 再等个四五年 你又有下一轮 你的人生是有十几二十个五年的 你不需要这一轮没追上 就跟家里边纠结 闹 这就不值得了 而且让他看到了这一轮 我们错过了得到的教训和经验 可能下一次就齐心去走下一轮 那可能步伐一致的话 效果会更好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苏京女士 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那我们下一期的《非财物老》不见不散